下一位是陳家樂園 是啊 不是這裏是 胡志偉 胡志偉 主席 名字差這麼遠 主席 37A去年上一屆 我想上一年度的主席 已經收了過百萬條的修訂議案 放了在這裏不作處理 因為當時的考慮就是說 要處理的話 就要用很多很多被輸處的資源 但是這一次 這一個年度 主席你的處理已經很厲害了 你已經可以引用了 這個大會的 所謂是聚烈式 是不能夠容許 不用許提出 就已經是剪了 相當大比例的 提出的修訂議案 所以主席 其實你有37A 現在你不單止 運用了聚烈式 去作為一個展報的機制 還要是想就住這個入37A 當我們的議員提出 跟他要討論的議案 相關要求 跟進的項目 再討論的時候 你都說不接受的話 這個很明顯是 令到議員能夠就住議案本身 提出意見 希望深入討論的原意 是蕩然無存的 主席 財務委員會的討論其實是很嚴肅的 因為我們真的需要 就著所有的 我們的財務撥款的項目 去深入討論 但是主席 你將我們提出議案的權力 是用這個方法收走 用這個方法定定一些限制 其實這個是不可能接受的 在議會上 37A 其實就是讓議員 就著要討論的項目的時候 提出 特別是跟討論的項目相關的議案 去進行深入的討論 然後是藉著 議會上同事大家的投票決定 是不是納入去進行進一步的討論 這個是一個正正經經的程序 讓議會上的同事 是可以就著 應不應該進一步討論一些問題 去展開論述 但是你連這樣也不給的話 其實我們在立法會當中 就是這一種很明顯 是令到議會被外面的工作人士覺得 已經不能夠正常地運作 或者好像公眾所說 議會只是有議會的暴力 透過多數的議員的決定 去騙殺少數議員的聲音 這個是絕對不能夠接受的 主席 37A是絕對不容許你這樣 是以展報的方法 是 是 最好 開場